美日一字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为您介绍的是一个称字 称式的称 称字的国语注音系 称是张着眼睛直直的向前看 如路由的罪歌当中有 罪到村路而府归 称目不是问是谁 称然是惊慌张望的样子 如说怨辩误 称然而是的句子 称言是指一个人暴力的样子 宋史周三陈传记载 韩通性刚而寡谋 言多误误似微虐重 为之寒称也 又根据庄子田子方的记载 夫子奔易绝尘而回称后义 意思就是说 孔子在前面走得飞快 言回在后面怎么赶也赶不上 所以凡是追赶不上别人 只有在后面翻瞪眼的份就叫做称呼后义 或者是称呼其后 但是说这句话的时候 语气当中含有批评的意思 不过如果这句话是由自己的口中说出来 就是自谦之词 表示自己不如别人的意思 称这个字不念偏旁唐的音 但是有一个读音是 特昂汤 一声汤 但是这个汤的读音 现在已经很少人使用了 导师有一个字和称字颇为相似 读音读唐的是这个字 国语读音是科昂唐二声唐 指的是人的胸腔而言 所以胸腔又称为胸唐 而物体中空的部分也叫做唐 如腔唐泡唐等等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 由于这个称字平常不多见 有人不注意 把称呼其后读成了唐呼其后 这是不对的 要特别的注意 今天的每日一期节目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见